其实我没什么大知晓 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 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 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 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 这么快就通过了 我说点什么呀 你好 你好 我在航天论坛的帖子上 看见你的QQ号 所以加了你 常温一号那个 看见你们讨论太有意思了 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登上月球吗 时间和医院问题 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 其实我是初学者 只是刚开始有兴趣 可以 谢谢 有个问题 探测器有多大的速度 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 这个问题你可以摆动 好的 完了 太明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了 我弄明白了 不过好像去月球不太一样对不对 因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 哈喽哈喽 哈喽 上次说有问题可以问你还算数吗 我看到你们在论坛上讨论中美航天技术的差距 我们和他们真的距离那么大吗 又不回我 在吗在吗 难道把我伤了吗 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 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 群里讨论的好热闹啊 你觉得人类真的能拟拟到火星吗 哎 来了个新人 好像是的 还是个姑娘 大家好 真的是妹子 是谁的朋友拉下来的吗 不是的 我在航天论坛上看见群浩进来呢 妹子 你几岁了 每句话都要带表情符号 十七岁 这么小 还在念高中吧 嗯 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呀 我们群里也有个高中生 知识储备十分强大 啊 他这么厉害吗 我什么都不懂 就是有点好奇 没事没事 都欢迎 最近他不怎么来了 等他来了 介绍你们认识 星辰 你出现了 下屋你错过了你的同龄人 我在的 但是你们说的好专业 我不敢说话 不过他真的好厉害 懂得好多 群里有大哥可以帮帮忙吗 有道物理题做不出来 哇 原来是这么做的 谢谢鱼头大哥 你太厉害了 鱼头大哥 昨天你的解法老师说是错的 不过他 以后我不能来玩了 怎么了 父母不让 不是 我要好好念书了 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 再来找你们玩 你的目标是哪个 清华 可以啊 人不可貌相啊 妹子 智气不小 其实我没什么大知晓 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 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 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 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 男人不看这个 摘星 你是不是不够漂亮 很漂亮的 低调 反正我想要想去 就是 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 所以打算努力一把 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是两百年左右 但是他每次都是全是第一 可以的 这差距很大啊 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 对 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 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 学历最牛的艳人之一 你的粉丝如果知道 你为他们想要清华 应该会很开心吧 才不是英文 你刚考报金融专业 我还挺奇怪的 我一直记得你 像是星辰大海 我倒算放弃星辰大海了 我倒算放弃星辰大海了 才像是星辰大海了 才像是星辰大海了 你之前说你要放弃 为什么 是因为家里人吗 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 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 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同学大大以后 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 我会为他感到流量 我只是想帮你说话 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 为什么 我怎么会继续做一个关 investigations 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 我依然 który选择那些岁 感谢观看